这个国家很小,但野心很大,多次想听我中原,最终被中国彻底念了,高沟黎王国在一些隋唐的影视剧中经常能听到对这个小国的征讨但是,毕竟两个朝代高沟黎,却到唐朝的时候才被真正的征服了收尾附属国那么,为什么隋朝征讨高沟黎,四次皆失败而反呢? 这样一个小国,到底是如何强盛又是如何衰落,唐人又是用何种妙计解决了朝鲜弹导的问题,有时候强大的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靠巧妙的方法为进南北朝,支出这个靠近北方的小国就渐渐的展露头角 这个时期的高沟黎在一个强势的国王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坦德的带领下逐渐崛起,进入其发展历史上的地鼎盛时期,随后其在北方诸国的战争中脱颖而出,降伏了浮渝国和墨河部落,将西罗变为高沟黎的保护国 也就是说,早先我们的东三省其实都曾经被高沟黎统治过,这也是为什么吉林地区会有朝鲜族生活公园 427年高沟黎,从吉林迁都到如今朝鲜半岛的平壤,此时实力增长的高沟黎在稳定了周边收复的小国后,就把目光放到了一和之隔的中国来 此时的中国刚经历过朝代的歌替随朝还没建过几年,就迎来了和北方强国高沟黎的对战 仗着北方距离中原路途遥远,在公元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出这段时间内高沟黎不断发 扰中国北方的小城市自然也制造了很多棘手的麻烦 前面说到,高沟黎在北征的时候降服了辛罗也许是因为辛罗有心复仇,或者是高沟黎管理不当 到了隋唐交替之际辛罗也开始不受掌控有翻身而起的趋势之后 崛起的辛罗一举攻下汉江流域的大偏领土失去重要战略地位 那高沟黎从此就一蹶不振,被辛罗断绝了黄海出海口这个有力的地形 辛罗反而成了和当时强盛的唐朝交流密切的国家 高沟黎经过短暂的辉煌后,逐渐沉寂这样一个惊天大逆转 直接就奠定了高沟黎灭亡的基础 如果说最终导致高沟黎灭国的是辛罗的强势反攻 那么,为何在隋朝的时候没有直接熄灭高沟黎这颗蠢蠢欲动的野心呢? 其实,早在高沟黎进攻辛罗的时候辛罗有向隋王朝请求支援共同抵御 高沟黎当时,高沟黎和凶悍的突厥王国联盟 企图进攻中原突厥与我国可以说是结怨已久 此时伙同高沟黎,就是在挑战我们天朝的权威随灭南臣一统中原后 周边国家纷纷臣服,唯独高沟黎 不仅不将甚至招兵买马,随时准备开战果不其然 早有准备的高沟黎在公元589年,就偷袭了中国的辽西营州 可以说,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随文帝在支刀后大怒 立即调了30万大军争讨狼子野心的高沟黎不过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归结原因 我们中原的军队通常善于陆地作战 但是由于到达朝鲜半岛的路途实在太过遥远 并且北方的天寒地洞 使我们中原人无法适应 粮草跟不上需求士兵又水土不服 最终,还没到达战场就倒下一半人 这还怎么打仗呢?虽然失败了 但是面对如此一个北方的隐患隋朝不得不防 到了隋阳帝大夜年间,杨广巡视后 发现,已经臣服的突厥居然被地理和高沟黎勾结 瞬间大怒的他亲自率领30万大军进攻朝鲜半岛 但是却遭到了高沟黎的顽强抵抗 隋阳帝是个暴虐的性子一次失败 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但隋后的三次讨伐都以失败终结最后 因为中原民不聊深国内爆发农民起义 这场征讨行动才被迫停止 可以说隋阳帝争高沟黎结果高沟黎还在 隋朝却大乱灭亡了北周 留下的丰厚遗产被败坏殆尽 隋阳帝造成的大乱严重 削弱了华夏最终导致人口锐减到200余万户左右 并且还留下严重分裂内战连土御魂 都返回故地 还攻打隋朝和右隋朝郡县却防御不了 且东突厥崛起达到戎敌强谷未有也的即胜程度 此时突厥科汗将隋朝中原的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 甚至突厥科汗还想效法拓拔到武帝 取得中原可以说华夏面临被突厥灭亡的危险那么难道高 距离就真的一直久攻不下 那么事实并非如此 唐太宗时期的高高离就已经对中原王朝有着敌势的心理 为了防止唐军的进攻 他们甚至在辽东也修了一段长城辽东地区 也是中国的领土怎能就这么被外族占据 于是唐太宗决定再次出兵对高高离发动战争 但是初期唐军也遇到了和隋军一样的局面 朝鲜半岛久攻不下 每一次的进攻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于是唐朝决定改变策略 要想拿下这个顽强的小国光平武力 事情不通的还得智取 唐朝鲜是联系了高高离的老对头 新罗制定了唐新联盟 由唐朝鲜消灭突厥 让高高离失去人手 然后再联合新罗对抗高高离除此之外 大唐在海上作战方面 确实不太擅长 于是唐军就特地加强海军的训练 放弃陆地行军到达朝鲜半岛的方式 改从山东渡海直接袭击了平壤城 这是高高离没有想到的一点防着内陆 却忘了海上仰面佳鸡 最后终于投降 要想瓦解敌人的防御 就要从内部入手 这一点唐朝就要高明许多 他们利用高高离的亲唐势力 也为最后的胜利埋下眼下可见 大唐与高高离的对战之所以能取得成功 与他们采取的方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论武力直唐朝和隋朝派取的兵力 都差不多 但是唐朝能做到把自身的损害减到最低 这也是一种可取之处 强大的武力不一定能坏来臣服 但是对的方法往往就可以轻松地解决问题 参考资料随书 三国史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